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讀的文章是 什麼該爭 什麼不該爭 作者李小易 很多名人名言和名著都在告誡女性 做人要寬容 不要計較眼前得失 可是在資源有限 機會有限的社會里 爭是一種必然現象 更何況 大多數職場人都是從殘酷到沒朋友的 硬式教育系統中走出來的 競爭意識非常強 我們怎樣才能做到 既維護自己的權益 又不至於急功近利 該爭取的不放棄 不該計較的不掛心呢 一不與領導針對錯 雖然直接溝通 已成為越來越多的企業推崇的職場文化 但方式直接並不意味著內容直白 在杜拉拉生殖記二里 小區銷售經理 張凱由於太過較真 跟上司產生了言語衝突 來找杜拉拉訴苦 身為H2的杜拉拉勸他 你為什麼不正面表述自己的願望呢 誰會愛聽你像個怨婦一樣的抱怨 別說老闆了 鬧到最後 活你也幹了 老闆也讓你給得罪了 這話沒錯和老闆溝通 不需要面面俱到 不需要肝膽相照 甚至不需要動之以情 小之以理 因為老闆不是智友 不是恩師 實話很可能成為他們眼中的傻話 射雕英雄傳里的郭靖 就很明白這個道理 郭靖一生有很多師父 比如江南七怪 洪七公 周伯通等 每一個師父對他清囊相受 教他武功也教他做人 正是因為有這麼多師父在輔佐 才成就了融合九陰真經 降龍十八掌 和左右互搏三大幹事武功的郭靖 能與強者同行的人 多半也有過人之處 郭靖的過人之處 不僅在於勤奮好學 更在於他深愛與上級的相處之道 郭靖經常受到師父們的訓斥 但他沒有怨言 也從不爭對錯 在整本《射雕英雄傳》里 竟然沒有郭靖抱怨的內容 這是一個難得的品質 在職場中 不抱怨有很多好處 既不會跟上級發生直接衝突 也不會給別人留下畫柄 可是 真正事關重要的對錯 該不該爭呢 與領導爭辯通常有三種結果 如果你的溝通和協作能力超群 既能保住領導的面子 又能把事情向正確的方向引導 這是最好的結果 其次 領導屈尊聽了你的工作正常開展 但由於你的不留情面 難保某些領導可能不再考慮重用你 最差的結果 是你既得對了領導 又影響了工作的正常進行 職場中最忌諱的 不是缺乏才華與能力 而是不知道老闆要什麼 所以 無論職場小白還是老司機 首先要讀懂老闆的心思 即便你明白對錯 也最好不要公開唱反調 就像本傑銘 富蘭克林說的 如果你老是抬槓 反駁 也許偶爾能獲勝 但那只是空洞的勝利 因為你永遠得不到對方的好感 二不與同事爭聰明 每一屆的美國大選 都堪稱是一部激烈的職場大片 2012年 經過數月的激戰 終於以奧巴馬的連任 和羅姆尼的失敗宣布結束 回顧這場大選 羅姆尼自始至終沒有放過任何一個 批評奧巴馬的機會 猛力抨擊他的避震 在發表演說的時候 他再三諷刺奧巴馬 治國五方 導致美國一直在後退 還聲稱奧巴馬出台的醫療政策 是史上最糟糕的公共政策 並直言奧巴馬昏庸無能 難成大器 而奧巴馬在發言時就溫柔很多 他雖然也對羅姆尼家族的活動 提出了批評 但基本上對事不對人 並且不忘肯定他們家族的成就 客觀公允 技高一筹 羅姆尼的不當言論 引發了美國公民的不滿 也為自己丟掉了不少印象分 最終無緣總統的職位 每位職場人都應該記住 別在和同事競爭時 失去理性和風度 全盤否定對方的成績 要力求公平 合理的評估對方的能力 並制定適合自己的競爭方案 才能確保穩中求勝 不予下級爭功勞 英國十九世紀政治家 查爾格菲爾爵士 對他的兒子有這樣的忠告 如果可能的話 要比別人聰明 但不要告訴人家 你比他更聰明 一個人在職場攀升到了一定高度和位置 必然有自己的過人之處 至少比其他員工更能勝任高難度工作 很多領導者有了職權就有了氣勢 搶工推過更是家常便飯 功勞全是自己指揮的好 過錯全是員工不得力的原因 過分強調自己作為領導的業績 結果往往适得其反 並未獲得尊重 如果你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小團隊 或是做到了負責人的崗位 理嫌下士和推工懶過 都是必修課 從表面上看 這似乎有所損失 放棄了一些現實利益 但你的貌似損失 卻換來員工的實質驚喜 也換來職場上最寶貴的資源 機會 這不僅有助於和公司同事或下屬 形成相互信任 支持諒解的心理環境 還有助於形成互相激勵推動的向上力量 四不與同性爭財貌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女性的地方就有比較 女性要在職場上贏得漂亮 確實需要一點技巧 女性多的地方逃不開一個筆字 比美貌 比家境 比品味 擁有特別的強項 就得在其他方面相應的示弱 才能中和 你樣樣都強 那就得懂得收斂 如果任由自己勝利者的氣場散發 高冷久了 總會有些看不慣的人抱團取暖 一人之身很難抵禦眾人攻擊 怎樣在同性中學會折服呢 十七歲的甄嬛做得很到位 這一年 她以秀女身份入宮 因為不安逝世 而任由天真活博 愛交朋友的個性外露 與沈妹莊 安玲蓉結成了一派 但由於天資聰穎 氣質出眾 在皇后和華妃兩派之間頻繁被打壓 她很快學會了保護自己 把才華和武藝全部隱藏起來 不僅如此 我們不難發現 在著裝方面 和霸道強勢的華妃不同 甄嬛一向以清淡素色為主 不張揚 但又很精緻 優雅而又低調地博取了好感 在職場上 尤其是女性 切記用美貌和招搖博關注 要如甄嬛一樣 滿身本事 低調發揮 又虛懷弱骨 以此善結貴人 拓展人脈 如果說職場四不爭 讓我們廣結善緣 還有四爭 讓我們穩固陣地 畢竟職場還是利益場 不可事事不爭 不爭和爭 並行不備 切換自如 才能游刃有餘 第一 爭取家計 把領導交代的每一件事 做到盡量完善 不斷自我學習和鞭策 第二 爭取信任 給夥伴充分的安全感 實力過硬 讓領導放心 把事情交給你完成 第三 爭取有效時間 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爭取合理的利益 注意是合理範圍內的利益 而不是尋求利益最大化 薪水只是工作所得的一部分 除了薪水 這些利益里 還包括培訓學習的機會 與行業專家共處的機遇 自我展示的機會等等 職業生涯是每個人必經的成長之旅 成長永遠比成功重要的多 劃重點 四不爭 不與領導爭對錯 不與同事爭聰明 不與下級爭功勞 不與同性爭財貿 四爭 爭取家計 爭取信任 爭取有效時間 爭取合理權益 對 中文字幕 杨茜茜